为了关怀听损朋友 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以及生活上的不便 元建大和公司 在国际福龙社的媒合下 特别捐赠100台 市价100万元的助听器 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由社会局长张景立代表受证 这次捐赠活动呢 是希望透过新北市政府的爱心大平台 然后将我们这样的爱心资源 投入到政府的系统之中 也希望将这样子的爱心物资 能够有效率的提供到 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手上 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抛转预域 可以让更多的业界伙伴 一起加入这个爱心大平台的系统行列 社会局长张景立表示 听损者常因和人沟通有障碍而退缩 非常感谢元建大和公司 慷慨捐赠昂贵的助听器 帮助听损朋友 恢复生活功能 增加社会参与 随着这个高龄化时代的来临 有越来越多听损的朋友 因为耳力不好 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参与 甚至人际交际 那么导致他们就闷在家中 其实对他们的身心 都有非常不良的影响 那么这次他们捐赠了100台 在他们的门室里面 我们也欢迎所有有需要的朋友们 只要听损觉得不太正常 其实我们都可以到我们的相关的门室 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即日起 凡社及新北市 且为65岁上长者 及身心障碍者 都可前往原建大河的10个门室 进行免费听力检查 若双额听损达55分贝以上 就可现场领用一台助听器 领用期间至113年12月31日子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多加利用 记者如同采访报导 这一位置就能够制定了 小哈 几下 请不吝点赞